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他人对特首林郑月娥说什么都好 一向非常自负的林太 大多数都不会怎么理你 即使这些其他人不单是一个人 是200万香港人又怎样 一点都不在乎 不在乎 要他转个弯或者认错 真是难过登天 但有一个人他特别上心 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么厉害呢 就是他的前度 不是前度男朋友 是他的前度老板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难怪当年曾俊华和林郑月娥 竞争行政长官职位的时候 曾俊华曾将林郑月娥称之为 梁振英2.0 这位当年这么讲究政治伦理的林太 曾经说过 梁振英如果要参选特首 我今届不会参选 这就是他所谓的政治伦理 这就是他所谓的政治伦理 想不到到今天他仍然对梁振英先生的指指点点 这么受落 可以说是言听契重 我相信这种反应 不是出于什么尊重 而是出于一种考虑 consideration 因为种种迹象显示 梁振英似乎非常有意思 重出江湖 和这位妹妹竞争下一届行政长官的寶座 政府是昨天5月22日才发了公报 由于广州荔湾区近日出现了本地个案 政府将整个广东省 立入了中风险地区 什么意思呢 即是整个广东省的香港人 不能透过回港议计划回来香港 不只是广州市 不只是黎湾区 而是从整个广东省回来香港的人士 都一定需要隔离 到了傍晚时分 梁振英就快了 立即在他的社交网站出了一个post 他质疑 在雷湾区有个案 政府就要求整个省的人 不能够用回港议回来香港 那些香港人有些问题 他指出 广州市比广东省的面积 小很多 广州市只有7,434平方公里 广东省其余的面积 比广州市大23倍 现在广州市有个案 甚至整个省都不能够用回港议这个计划 这个政策令到他大画不解地画 梁振英还背了澳门那套做法出来 似乎在暗批林郑月娥 政府的做法是不成比例 因为澳门都只是要求去过黎湾区 农津街 錦农社区的人 的入境人士在指定的地点 接受14天的医学监察 梁振英又反问 哇 你用一个这样的尺度 那不就是如果新加坡有一宗案件 从新加坡离港的旅客 不是要隔离 那两个地方计划的所谓旅游气泡 怎么能实现到呢 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大画不解的问题 结果特区政府反应得很快 在梁振英出完他的post 之后两个小时左右 马上跪下 指广东省并未被列入中风险地区 回港尔的计划安排 暂时是不需要有任何改变 向来都非常懂得大体和大方的梁振英 即刻发文表示成功争取 还说了一句 都不知道他是赚还是邀允 欢迎特区政府 重善月流 梁振英参选行政长官的意欲 都非常呼之欲出 昨天出席唐英年阵营的全国政协委员 林大辉主持的香港电台节目 讨论选举改革的时候 林大辉直问 CY你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相信没有人质疑你 不是爱国爱港的 你又是上阶的特首 治港者的第一把手 老老实实说 有没有打算 参加下届的行政长官 用行动来彰显 你的爱国和爱港者的治港精神 真是想不到林大辉 又可以这么口甜舌幻 想哄梁振英说话 梁振英现在所采取的标准答案 所谓政府说的line to take 就是拒绝回应参选意向的同事 作出以下的宣示 是什么呢 就是 在任何位置我能够为香港 为国家服务 我都非常之乐意 这个答案非常明显 他说任何位置都乐意出任 我相信这个也等同表示 愿意参与行政长官的角逐 我想只有一个人 能够叫他放弃这个念头 猜不猜到是谁 就是阿耶 在这个访问里面 梁振英也刻意宣扬一下自己 在过去两年 为香港和其他内地城市 做这个对接 他又说社会值得想想 未来五六年间 现在已经正本清源 香港进入建设时期 我们应该要认清香港在国内 三地两岸 国际大形势之下 吹吉避空 用好我们香港的优势 梁振英也指出 问题不是哪个做特首 而是哪个特首可以把握时机做到事 他似乎在暗示 他才是那位能够把握时机做到事的恰当人选 他还说 我不觉得 并不是问张三李四 你想不想做行政长官 而是要问自己 在过去那几年 香港出了些什么事 什么行政长官 才可以不失时机地掌握好香港的事 听起来 林泰真的可能要问一下自己 香港过去那几年出了些什么事 自己又有没有把握时机 掌握好香港的事 等等 大家一起想清楚些 即使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我想大家都会认同 凡事都一定有因 才有果 在林泰政府管治之下 香港所发生的事 应该是因还是果 那些问题所发生的事 又似乎在他管治之前都存在 如果这样说起来 是不是梁振英先生 都可能要问一问自己 在他管治香港那几年 香港又发生了些什么事 他自己又有没有把握到时机 掌握好香港的事呢 难怪民间智慧有这样的一句说法 当你一只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 说别人怎样不足 或者做得怎样不好的时候 三只手指正正是指向自己 英语世界都有同一个英语 When you point a finger at someone else you have free pointing back at you 似乎我们都要用这种态度 你審思一下自己所做过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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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